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本的圣经是用殷勤勤奋这个词来代替卓越 它描述是一个人的态度 这个人非常细致地关注他所做的事情 对他所做的事情他会尽力而为 因此卓越是一种的数字 他这种的数字是来自于一种的态度 一种对你所做的事情是很勤奋的态度 并注意你面前的小事 一个人的工作的质量 工作好坏的程度不是他的人脉 不是他用什么的手段 不是他来自人的恩惠 别人的恩惠来帮助他或赞助他 有一些人生活是非常的卓越的 但不被人所知 他的工作量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警戒力联系 而是你兴奋地改进改善你的工作 这段经文讲到了卓越有关的事情 他说你看到一个人在工作上 有的表现是卓越的吗 卓越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的 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是卓越的 如果你在教会里侍奉上帝 必须要卓越的表现 这就是为什么你想敬拜上帝 你必须要按时或找点时间去教会 然后你在教会里侍奉 你必须勤奋地服侍 不要心不在焉地做事情或服侍上帝 所以必须要勤奋和卓越 无论你是牧师 领袖 工程师 律师 教师 木匠 石装 适合是设计师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有一个的标志 让你与众不同 然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工作勤奋和卓越的时候 他有这种影响力 他说他会把我们带到国王面前 现在的国王这个词这里代表着 能够做决定的人 有权威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他没有说你的手段或你的方法 能够把你带到国王的面前 也没有说你认识的人会把你带到国王的面前 而是说你的工作能够带到你国王的面前 你的工作会为你开辟道路 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一个真理 就是卓越是有影响力的 是可以被人家观察到 被人家看见的 当某人很卓越时 如果他在一个村中里 还是乡村里 没有人能够知道他 但他们也会被人发现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在住球的球探 可以去到一个村庄里去找到一些人才 因为卓越是无法被隐藏的 甚至村庄里也无法隐藏着你卓越的工作 你卓越的影响力 这就是真言告诉我们的 即使你不喜欢被公开 你不喜欢人们注意你 也许你是很安静很内向或很低调的人 你不希望你自己的声音很太大 但如果你的工作得很好 你的工作就会让你的声音大起来 当你致力于你此时 只要你保持你的工作 保持你的新的勤奋的工作时 卓越的影响力就会带到你 去到影响力的地方 Amen 弟兄姐妹 这时候让他们一起祷告 使恩天父 你是那赏赐我工作的上帝 照亮我的工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 弟兄姐妹 愿上帝的祸以祝福你们 你不ellen 你得到 guarded用 了 没有 包括佛ах 发表 于 感谢观看